真正宠爱你的男人才会有这六个表现 其实男人他爱不爱你 你是能发自内心感受到的 也是他的一些行动能够表现出来的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男人爱不爱你 那可以参考下面几个表现 一,能够花时间陪你 能够给你花钱的人很多 但肯花时间陪你的人才是真的爱你 一旦一个人爱你 他会调节自己工作与生活 想方设法地联系你 就是想让你一起吃顿饭,说说话 想和你一起去旅行 看电影,创造属于你们的美好回忆 而这些前提都是需要时间 每个人留给自己的时间都是只有那么多 一部分要给工作,一部分要给睡眠 剩下的才是他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 而不是谁都会把这部分时间留给你的 二,出现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 当你生病了 他一定会来你身边照顾你,担心你 当你难过,他一定会开导你 直到看见你的微笑 当你因为什么事开心 他一定会为你庆祝 发自内心的为你开心 不论你发生了什么 不管好的坏的 他都会在你身边 成为你坚强的后盾和支撑 让你感到再大的事都无所畏惧 你在他身边 他会紧握着你的手 你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踏实 仿佛全世界背叛你 他都会陪你一起背叛全世界 三,愿意和你分享 何俊说 一段关系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分享 如果他遇见什么事情 不管开心与否 都愿意和你分享 那就说明他已经把你作为 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愿意和你分享他的生活 愿意和你坦诚相待 四,能够包容你的缺点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很多坏习惯 如果他在知道你的焦躁 懒惰等等小毛病后 还是能够坚定的选择和你在一起 那说明他已经做好了 能够和你走下去的准备了 他不会嫌弃你闯祸 不会嫌弃你身材不好 因为在他眼里 怎样都觉得你非常可爱 他不会嫌弃你脾气不好 不会嫌弃你不够善解人意 因为在他眼里 有些小任性都是能够理解和原谅的 五,未来的计划里都有你 并愿和你一起去完成承诺很好 但兑现就很难了 如果他愿意为了兑现 他对你的承诺而努力 如果他愿意为给你一个家而拼命 那毋庸置疑 他是非常爱你的 他愿意丧进 和你共进退 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为了你们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六,带你去见他的家人和朋友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带你去了解他的朋友圈 可能是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你的存在 还想遇见更好的 但如果他会迫不及待地 把你带进他的朋友圈 让朋友父母都知道你的身份 那说明他把你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 一个男人 当他认定你是他想找的人 他才会愿意让他身边亲近你的人去了解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